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很快 奇特的景象出现了 逐渐靠拢的日军 惊奇的发现 陈林的旗舰上 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 船上空空荡荡 无人活动 十分的安静 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 但在头脑简单的 日军士兵看来 答案十分简单 陈林船上的人 已经全部阵亡 于是他们毫无顾忌 纷纷跳了上去 然而他们终究看到了明军 在即将着陆的时候 其实明军一直都在 只不过他们趴在了甲板上 为了给日军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教训 陈林命令 所有明军一律躺倒在甲板上 并用盾牌盖住自己 手持长枪 仰视上方 当看见从天而降的人时 立即对准目标出枪 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 无数士兵被扎成了人串 这一血腥的场景彻底下住了日军 无人再敢靠近 趁此机会 圈外的部分明朝战舰冲了进来 与陈林会师企图攻破包围圈 但是日军十分顽固 死战不退 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然而就在这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 陈林的船上突然响起了明金声 按日军的思维 明金就是不准被打了 可是如今大家伙都在海上 而且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没有收兵回营 这一说 你现在明金算怎么回事呢 明军战船在收到这一信号后 极为一致的停止了攻击 日军不明就里 加上之前吃过大亏 也不敢动 平静又一次降临了战场 这正是陈林所期盼的 因为这一次 他并没有故弄玄虚 之所以明金 只因为他需要时间 去准备另一样秘密武器 他得到了足够的时间 随即日军看到了另一幕奇景 无数后部带火的竹筒 自明军舰上呼啸而出 重重的击打在自己的船上 所到之处爆炸起火 浓烟四起 日军舰队陷入了一片火海 这种武器的名字叫做火龙出水 虽然许多年后 面对拿火枪的英军 手持长矛 目光呆滞的清军 几乎毫无抵抗之力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 几百年前的明军 却有着先进的思维创意 以及登峰造极的火器 火龙出水 就是明代军事工业 最为优秀的杰作 这种武器由竹筒或木筒制成 中间填充火药弹丸 后部装有火药引信 射程可达两百步 专门攻击对方舰船 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 它的尾部点燃以后 会带火在水上滑翔 故被称为火龙出水 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 最早的舰对舰导弹雏形 日军再也经不起折腾 陈林和李顺辰趁机突围 开始组织追击 战场的主动权 已完全操控在陈林手中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 却出乎他的意料 在猫岛射下水雷 在观音浦安置伏兵 正如陈林计划的那样 日军的所有去路一一被切断 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 也彻底破灭 然而他依然疏漏了一点 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陆两海 此时防守陆两海的是邓子龙 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岛金一红已无任何幻想 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 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 在这最后的时刻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穷寇莫追这个成语 遭受重创的日军舰队再次聚拢 不顾一切的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 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 明军毕竟人少 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 防线渐渐不支 行将崩溃 关键时刻 邓子龙率领自己的旗舰 不顾一切的冲入日军船阵 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 争取时间的方法 邓子龙的战舰成功的吸引了日军的注意 在数十艘日军的围攻下 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 部下随即请示 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 转成小艇暂避他处 然而邓子龙回答 此船即我所守之土 誓死不退 然后他整装正容 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坚守自己的岗位 无论何时何地 在他看来 这是他应尽的职责 从军四十余年 一贯如此 邓子龙站死了 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 在岛金一红看来 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被击溃 并乖乖地让开道路 但是他错了 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 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 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 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伟大的统帅 在复仇火焰的趋势下 邓子龙的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 日军节节败退 被赶回了陆两海内 在那里 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 陈林和李顺臣 陈林李顺臣 再加上退进来的岛金一红 和追击的邓子龙军 陆两海里布满了战舰 可谓是人满为患 岛金一红军的末日终于来临 等候已久的陈林和李顺臣 对日箭发动了最后进攻 数百门箭炮猛烈的轰鸣 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 就是跳海当饲料 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 伴随着燃烧的烈焰 蓝色的陆两海 一片赤红 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 骁勇善战的 岛金水军的最后一幕 也是古往今来 侵略者的必然结局 绝望的日军 开始了最后的反扑 但是已于事无补 在大炮的轰鸣声中 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 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 即将到来的时候 一个意外发生了 一颗子弹飞来 击中了李顺臣的胸膛 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 李顺臣乘坐的龟船 四周都有铁甲包裹 射击空隙有限 说难听点 就算站出去让人打 都未必能被击中 然而李顺臣还是重担了 身负重伤的李顺臣明白 他的使命即将结束 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对身边的部将李婉 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要死了 但现在战况紧急 不要透露我的死讯 请你接替我的位置 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 这也是李顺臣的最后遗言 在战场上 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 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 才能流传下来 所以李顺臣依然是幸运的 他虽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 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 传扬万事 正如他所写过的那首诗句 全节终须报 成功岂可知 平生心已定 此外有何此 节已报 心已定 便已成功 再有何此 伴随着李顺臣的逝去 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 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 战斗变成了屠杀 日方四百余艘战舰被击沉 一万余人阵亡 日军惨败 但是要说日军毫无亮点 那也是不客观 要特别提出表扬的 就是岛金一红先生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 自己的逃跑本领 可谓是举世无双 在抛下无数垫背 送死的同胞以后 他终于逃了出去 虽然他的身边 只剩下了几十余条破船 和几百名士兵 万历二十六年 1598年11月19日中午 历时一天半的 陆两海大战正式结束 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 史称陆两海大劫 陆两海大劫后 翘首期盼的小溪行长部 终于彻底崩溃 日军纷纷化整为林 四散奔逃 小溪行长不落人后 率残部趁明军不备 乘船偷渡出海 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 余部大步被奸 至此 抗窝元朝战争正式结束 此战历时七年 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 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七年前 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 最终交到风尘秀吉的坟头上 活该 死了也该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 无论是此时或是三百多年后 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 战争结束了 胜利也好 失败也罢 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两年后 1600年 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 集结兵力 欺负风尘秀吉的孤儿寡妇 死硬派小西刑长 当即连同石田三成等人 组成西军出兵迎战 但滑稽的是出于对小西刑长十田三成的极度憎恨 作为风尘秀吉的铁杆亲信 加藤清政福岛正泽等人当机立断 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 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 加入东军跟小西刑长玩命 而最搞笑的莫过于岛金一鸿 此人和风尘秀吉关系本来就不好 开战之初是德川家康的人 并奉命去帮助守城 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 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 不但没有开门 还对他放了几枪 要是换了别人 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一状 之后该干嘛还干嘛 可是这位就不同了 二杆子精神再起 操起了家伙 连夜投奔小西刑长去了 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 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官员碰上了 展开死磕 经过一天战斗 西军败退 小西刑长战败后逃走 后又被秦货斩首 岛金一鸿 还是一如既往的跑了路 后来托人求情 捡了一条命 风尘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 但是历史的惩罚并没有结束 15年后 1615年战火再起 在大阪夏季战役中 德川家康攻克了风尘家的最后据点 大阪城 风尘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城里 风尘家族灭亡 断子绝孙 我不是报应论者 但这一次我心 此后 德川家康统一日本 并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 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 发展经济颇有建树 朝鲜失去了李顺臣 却迎来了和平 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为纪念那些 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 朝鲜政府修建了大暴谈 每年祭祀 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 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 现在大暴谈已经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 我不知道 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 万历并没有亏待他们 将领之中 马贵升任右都督 陈林和刘廷也升了官 当兵的也没白干 为表彰群众 据说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八万两白银 作为对士兵的封赏 当然 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一层八一层 外加还有陈林这样的领导 士兵们能分到多少 那就不好说了 但是无论如何也算是够意思了 虽然在七年之中 曾有过无数的曲折 遇上许多的困难 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打赢了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 大致如此 胜负十分清楚 但是有趣的是 几百年后 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 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日本的史料表示 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 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 虽然未必光彩 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 韩国的史料则认为 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 主要是因为李顺臣和朝鲜义军 无奈 政府军的表现实在是太差 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 当然是有的 但似乎呢 也是比较次要的 而明朝方面 基本没什么动静 现象是奇怪的 但原因是简单的 因为在明朝看来 这场战争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所谓的抗窝元朝战争 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什么 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个事出了名 即使在明代 他也只是万历三大争的一部分而已 史料也不算多 除了万历三大争考 还算是马马虎虎外 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的史料中找 说起来也只能怪我国第一大物博 什么事都有 什么人都出 就规模而言 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 打了七年 从头到尾 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 直到最后一年 才勉强增兵制八万 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 价势并不算大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 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压上去了 十几万人拉到了朝鲜 死光了再田打到后来 国内农民紧缺 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 实在是顶不住了 朝鲜就更不用说了 被打得束手无策 奄奄一息 差点被人家给灭了 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 苦难深重 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 日本是拼了老命 朝鲜是差点没命 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 派几万人出国 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 就把日本给办挺了 事后呢 连战争赔款都没要 估计啊 日本也没钱给 什么叫强大 这就叫强大 事实上 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 明朝还调兵十余万 围剿四川方向的杨英龙叛乱 在万历皇帝看来 这位叫杨英龙的土财主 比封臣秀吉的威胁更大 基于以上的理由 在相关宣传方面 明朝也是相当落后 战争结束后 在日本明明表现不咋样的 家藤清政 岛金一红都被捧上了天 所谓胡家藤 鬼石漫子 一波接一波的吹 从来都没有消停过 朝鲜方面 货真价实的李顺臣 自不必说 死后被封公爵 几百年下来 能加的荣誉都加了 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至于明朝 对相关人员的处理 大致是这样的 战后 刘挺陈林 任职都督同志 从一品 算是生了半级 当然也不是白生的 几个月后 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 波州的穷山恶水 因为在那里 还有个杨英龙 等着他们去收拾 英勇献身的邓子龙 也得到了封赏 他被追赐为都督千世 从二品 并得到了一个世息职位 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 仅此而已 对明朝而言 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 自然就没人管 自己不管 别人当然也不管 加上那些无聊的盐官 泼脏水 修明史的清代史官 照单全收 日本和朝鲜史料 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各说各话 于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 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争议不断 误解纷纷 谜团重重 然而 无论大小 历史上 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 四百多年前 有一群人 为了遏制贪欲和邪恶 远赴他乡 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 他们中的许多人 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 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 有这样一群人 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 英勇奋战 毫无畏惧 为了那些曾经的非凡智慧 无畏的勇气 以及无私的牺牲 万历27年 1599年4月 蒸窝总兵马贵 率军凯旋归来 明神宗在武门接见了他 在搞完大大小小 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 明神宗下旨 当众宣读大明诏书 通传天下 宣告抗窝元朝之意 就此结束 这是一封诏书 也是一个预言 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 有这样一句话 义武奋扬 跳两者 虽强 必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